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周跟第三周 那第二周呢跟第三周呢 在课程设计来讲的话呢 就是希望带着学员了解 像是Linus核心内部的 看起来是细节的部分 像LinkedList 那你可能觉得说LinkedList 你可能大学一年级就接触过 但是呢在Linus Kernel 它用的方式就很特别 而且它的关注点不同 然后呢 你要了解Linus Kernel的原始程式码呢 你免不了要了解很多背景知识 所谓的背景是像这个Bevice的操作 然后甚至是西元规格这些 那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议题 如果说你对这些基础的部分 没有办法很好的掌握的时候呢 你看原始程式码呢 很可能就是迷失在这些注解 然后你可能会花很多时间在Google搜寻 但你看了一轮之后呢 你会发现Google搜寻很多资料是很糟糕的 也不能说是错 但是就是可能稍不着痒处 甚至更惨的地方是 你读到的文章 探讨Linus Kernel的文章 它讲的东西呢可能不只是过时了 它可能完全是消失了 就是甚至被改写 这个东西在Linus Kernel是非常容易遇到的 所以与其呢我们是对程式码做解读 那不如呢我们掌握 知道Linus Kernel为什么这样发展 知道说这些Kernel开发者他们的素养在哪里 唯有你的素养 唯有你的观点 跟这些Kernel的开发者有交集的时候呢 你才知道 现在甚至下一步Linus Kernel朝向哪里去发展 好那所以呢在这周的作业呢 在第二周的作业呢 你可以看到说呢 我们其实是把这个水廊测验变成作业 好那这我们等一下来解释 然后呢在第三周的话 我们就正式来介绍这个Concurrency Concurrency在Linus Kernel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议题 我们都知道就是Linus Kernel从1991年发展到现在 这30年的时间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说Linus Kernel的资源非常多不同的硬体 然后呢这些硬体架构呢 往往它就是多核 而且它可能是可能是对称的多核 也可能是非对称多核 甚至还有你可能听过叫做义质多核 Heterogeneous 那这些部分呢 这些因素呢都会让你在学习的过程中呢 有非常大的困扰 因为你今天学习的东西不是一个作业系统 你甚至要了解硬体架构 然后这些硬体架构呢绝对不是说你学 以前学这个计算机结构学那些Pipeline啊 顶多学到Super Skate了 你就觉得哇这个好像自己懂很多了 但对不起那只是刚开始 那所以这边来讲的话呢我想要做什么事呢 我想要带着大家去了解这个并行 还有多核心序程设计 看起来好像是在做软体 但其实更多的时候呢你是要知道硬体能耐 然后呢当然我们为什么要用多核心序 无非就是希望更好的去运用硬体的资源 所以在这过程中你当然要了解硬体 那我们就是所谓了解硬体绝对不是说CPU的指令啊 组合员这样就叫了解硬体啊 那只是基本款 那我们真的要了解 帮助说这个Io的Memade Order 然后帮助说这些Automics 那这个都是在并行按多核心序程设计的 这个一范畴里面可以探讨的 那为了这件事呢 我们特别设计一个对应的同名讲座 那此外呢你当然还是要对西元有很高的掌握 那再讲到就是很多人研究Ninus Kernel 就一股脑的就投入原始程式码阅读 这没什么错啦 你有好奇心这很好 但是你读完之后呢 你很可能你读到程式码根本没有被执行到 或者说根本没有被编译到 有没有可能有 那甚至更惨的地方是说 就算有被执行到 他可能只是执行那一次 真正关键的地方你可能没有读到 为什么因为这规模太庞大了 对吧还记得吧 从2021年1月开始 Linus Kernel的原始程式码的长度 就是它的这个原始程式码行数呢 就到了2800万行 那非常可怕的一个东西 而且在我们对话的当下 其实Linus Kernel又还在变革 好那当然你就要了解像这个 Function Code Recursive Pre-Processor GoTo 流程控制 还有对应的技巧 其实技巧蛮关键的 好 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呢 在第二周 第二周呢 我们就是希望呢 带着大家 了解这些议题 好 那作为测验这些议题呢 我们也设计这些 对应的 对应的测验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来这里 所以在 第二周的作业呢 原则上就是第二周的测验题 加上延伸题目 就是如果你看我们的这个 题目设计来讲的话 都会有这个延伸问题 然后注意到延伸问题 你一定要去做 因为 毕竟 作为一个水浪测验 我们不要测验太多东西 我们顶多只能测验一些 比方说程式码阅读啦 程式码思考的一些方式 那但是呢 真正的要让你花时间的是 这些延伸阅读 整延伸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把它 直排成这个作业 好 那注意到呢 我们在第二周的测验题呢 就是希望来检测 学员对这个 系员的指标操作 Link List 还有这个BYS的认知 好 那 你可以发现说呢 其实我们第一周也在讲这件事 对吧 而且 我们快速看一下第一周 做了什么事吧 然后第一周呢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我给你一个 单向Link List 好 然后呢 以至它 它不会是环状的 也就是说它不会头接尾巴 这样子 然后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 环状 它原则上还是一个 像一个常怠这样子 好 然后呢 那在第一周的测验题呢 我们是尝试给你一个 QuickSort的实作 所以你会对Link List 进行QuickSort 好 这是第一周测验题 那当然第一周的延伸问题 其实蛮有趣的 就是说 原本给你的程式码 是用到地毁的程式 那现在呢 请你改用 避免使用地毁 也就是说 你用Iterative的方式 好 去 去重写 那这个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 因为 你 透过这样的重写 你可以了解 地毁的成本在哪里 那当然 你有发现说 地毁的 呼叫呢 其实 也没有想象中的糟糕 就是 你会看到 网上有些文章 会讨论说 这个用地毁 会对效能充得很大 但是 但是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 现在的编辑 其实已经 表现得很好 所以 你只要在一些 特定的范畴 比方说 Telco Recursion Ultimization 缩写叫这个TCO 像这样的一个议题 来讲的话呢 如果你有去 善用这个特性的话呢 编辑通常可以帮你 产生出 足够好的实作 但是 在这之前 你其实要了解说 他对你的成本在哪边 那除了这以外呢 在第一周的 延伸问题呢 也提到就是 想要让你去比对 Linus Kernel的实作 Linus Kernel Link List的实作 那Linus Kernel Link List很特别 它是 它跟我们给电程式码不同 第一个呢 它是Circule 就是 它是环状的 它是双向 然后呢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呢 在Linus Kernel 内建的这个Link List 做了很多很有趣的技巧 就是不只是在使用上的便利 使用上的包装 更有趣的地方是 它里面有一些 很细部的操作 比方说 在这里面 如何对Linus Kernel的Link List 做排序 那这个就有很多考量点 那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说呢 这其实也是第二周 第二周在做的事情 好 那我们第二周的测验体 我们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是 尝试去改写 Linus Kernel内建的Linus YS的实作 好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然后呢 在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是 呃 主要是来测验 你这个对BYS的认知 好 然后注意到这边来讲 就是 呃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Power 2 好 就是 呃 2的密 或者说2的 N次方 这种东西 好 那注意到2的N次方 其实不是好的说法 好 因为 你没说N是什么东西 吧 你应该说 2是一个 大于等于0的整数 好 那总之呢 在呃 第二个部分的测验体呢 就是来看 你对BYS的操作 好 所以不要说 你看 有位移 有做什么 有做什么呢 有做 over 这样的一个BYS的操作 好 那显然呢 在这过程中呢 其实我们 也是来探导什么 呃 不只是BYS 甚至BYS 甚至BYS N是更多什么 军用 好 那第三个部分呢 还是BYS 好 而且这个BYS呢 它就是 就是让你针对BIT 逐BIT 逐一BIT 去做资料的复制 好 那所以特别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说 呃 BYS 在Linus Kernel 非常之关键 好 就是 你如果看一下 我们这个课程大纲 哦 对 顺便一谈 顺便一提 我们的课程大纲 因为那每周都会修正 好 因为依据这个 学员的学习状况 依据Linus Kernel的发展 好 因为我们希望说 呃 作为台湾唯一 教导 哦 研究最新Linus Kernel技术的课程 大学课程 哦 呃 我们希望就是总是可以跟上最新的发展 好 那那准备那种课程是蛮困难的 好 因为其实你在台湾的大学院校 好 甚至外面的这种补习班 其实有看到蛮多 呃 教导 讲授这个Linus Kernel的课程 好 但是呢 你没有看到说这些课程它会标榜最新的 好 什么叫最新 就是 今年的 甚至是未来的 好 比方说所谓在此时此刻我们所谓未来的课程是什么 5.12 好 那你说我们有没有探讨 有 好 那所以呢 呃 要准备课程蛮困难的 就是每周都要调整那个授课进度 好 然后第四个部分呢 是 呃 第四个部分呢 是 做一个你可能没有想过的事情 好 比方说我能不能让所有的自串 好 或者说大部分的自串呢 我可以请很重用 好 就是你去想一件事 就是你这个城市里面呢 往往很多地方呢 它的自串 比方说错误讯息啦 好 比方说呃 有些那种要比对的那些关键字啊 好 要比对的那种呃 那种我们称为identifier 好 这样东西呢 其实往往这样 这东西都是重复的 那我们呢 把这些看起来是重复的 好 或者说呃 有很多东西它是反复出现 那这些自串呢 我我可能能让用用最精简的机体存取 好 然后用 就是说我大部分时候呢 都是用共同分 好 就是你看到你先写程式的时候呢 你可能错误讯息啊 或是那些identifier啊 或是那些 那些 识别的自串 好 这些这些这些讯息呢 你写的时候没有特别说 我要要求它配置到同一个空间 好 但是呢 在我们这边讲的第四个部分呢 就是让你思考 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去改善机体的使用效率 好 注意到呢 这一段程式码呢 原则上在Linx Kernel 其实不是直接出现 但是真正在Linx Kernel出现 就是这个 Copy on Right Copy on Right 出现了非常多 好 那它背后有非常多有趣的议题 这个我们在 在未来几周呢 我们也会去探讨 好 所以你可以了解 就是说我们设计这个第二周的测语题 目的是什么 除了去检视 检测 学员队这些基础认知 那最关键是 能不能衔接到Linx Kernel的这个城市吗 我自己 也是旁听了 好几门 就是在台湾啊 中国啦 还有在美国的 还有是在 我之前还有在这个 这个 像 那时候在哪 捷克 然后还有去旁听一些 专门讲Linx Kernel课 其实开动课真的很困难 然后呢 我发现有很多课程的问题在于说 会花很多时间去跟你讲一些 Kernel的一些大的概念 那听的时候都觉得 我老师准备很多漂亮的投影片 然后这个很精彩 但是呢 你会有个困难就是 看了这些精美的投影片之后 然后你再去看某一版Linx Kernel程式码 然后你就傻了 精美的投影片 把这些process啊 或是什么text structure 或是什么fire description 反正就是 他把那种里面的那种错证 你可能在网上有看过很多图 他就把那种Linx Kernel 画得很漂亮的一个图示 但是最后呢 你往往还是没办法看懂Linx Kernel程式码 那也因为你没办法看懂Linx Kernel程式码 所以你遇到新的发展的时候 比方说你会发现说 Google啦也好 Facebook Microsoft IBM Intel 这些世界一流的公司 他们都对Linx Kernel做了显著的贡献 那他们贡献的时候呢 往往呢 他不是只是说 我这个 效率改善多少啦 我加了什么新功能 不是 往往他也有对应的这个程式码修改 可是你看不懂他的程式码修改 所以你就没办法感受到这个 这个东西的冲击 所以我们这门课呢 在设计的时候呢 就考虑到这件事 就是我们做法是 我们把Linx Kernel很多地方把它拆解 比方说呢 我们很强调BYs的操作 所以呢 不只是让你做练习 而且是说 我先把Linx Kernel把它简化 所以你看到 第一个车型体呢 其实就是相当于是把Linx Kernel的 一部分程式码简化 那简化之后 我们去探讨它的运作 那简化过的程式码有几大好处 第一个就是说呢 程式码行数当然比较少 那再来是说呢 它让你更容易去做实验 所谓实验就是你要去修改程式码 然后你甚至在修改棍中呢 你会发现 其实英雄所见略同 就是说你做了这个修改 然后让它的程式品质更高 让它的可读性更高 让它的这个效率更高 那其实这件事呢 在我们所谓Upstream 就是说Linx Kernel这个 最新的发展 我称一下Upstream 那Upstream呢 其实也在做一样的事情 那既然你了解这个 经济的实作之后呢 下一步是什么 下一步是 接着你就可以了解 这些Linx Kernel Upstream 最新发展的这个策略 那反过来说呢 如果你真的也要了解策略 所以是不是可以了解 其实这个科统会朝哪个地方发展 所以我们需要是你朝这个地方去认知 那这个也是给你吊杆的概念 就是与其呢 做飘飘飘投影片给你 还不如给你一个吊杆 那当然一开始要告诉你要放什么鱼儿 要告诉你的策略 所以我们这个 来看看第一个策略题 所以第一个策略题呢 去修改Linx Kernel的Link List的实作 然后注意到呢 在Linx Kernel呢 它有个叫做List.h 这个h就表示它是一个header 一个标头档 然后注意到呢 Linx Kernel的这个 很多很经典的标头档呢 从很早期就存在 就是说这个标头档存在20年 然后很有趣的地方 是你可以看到它的贡献者 很惊人 一个标头档竟然有57个贡献者 注意到很多档案 没有那么多贡献者 然后呢 在这个标头档呢 它的加上注解空白 它有一千多行 但是不要被吓到了 因为 这根关键就是这几个地方 所以我们把几个关键地方 把它调出来 第一个呢 你可以看到说 这边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content of 定义一个content of 然后呢 第一次看到这东西就觉得 有点毛骨悚的 就是跟你过去写的 西语言程式不懂 没关系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 你所不知道西语言 然后里面会探讨这个 技巧篇 就是你要知道 就是 其实这里面有一些技巧嘛 好 那所以这边来讲话呢 你会知道就是说 它是一个扩充 然后 Linus Kernel呢 对于GCC 所以就说 Linus Kernel 虽然是用西语言写的 但是呢 它还仰赖 GCC的编辑器 那GCC的编辑呢 提供了 我们什么叫做 GNU extension GNU extension 注意到那个念法 GNU应该念NU 但是因为那个 Richard Stoneman博士 在创立自由兰理基金会的时候 特别把这个字 重新定义它的意思 所以这个字要念GNU 好 那 所以呢 Linus Kernel呢 大量仰赖这些扩充 来自GCC的扩充 那我们就把这些扩充称为叫做GNU extension 那这个其中也是一个GNU extension 好 然后呢 所以呢 你会一开始看到这个container 这我们等一下再解释 我们定义了这样的一个句集 定义这样的句集之后呢 可以做的事就很有趣了 就是报道说 后面有另外一个句集呢 叫做List Entry 它用到什么 container of 好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也可以在刚才的标头档 这是在Linus Kernel的标头档 也可以看得到 好 所以我们就是我们做这样的化解 好 好 再去看 那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在Linus Kernel这个实作呢 就是注意到它是一个Double Double Link List 那所以它是一个 它不只是一个Link List 而且重点是它是双向 那就像刚才跟大家提示过的 就是Linus Kernel其他的真正的实作呢 是这样 Linus Kernel内部实作是 环状的 所以它是环状 双向 好 好 那注意到呢 在Linus Kernel里面呢 做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它定一个结构 叫做List Head 所以你看 你以前写这个 程式 如果用到 Link List的时候 原则上你是这样 你是宣告自己的一个结构 对吧 然后呢 在自己的结构呢 在安插 对应的Next 跟Previous的节点 但是呢 在Linus来讲的话 它直接定一个东西 叫List Head 然后呢 在这边来讲呢 还有额外的一些辅助用的 辅助用的函式 所以比方说你看到辅助用的函式 比方说这个List Head 这是 这是来做什么呢 来做结构的初始化 好 然后 在底下呢 还有对应的操作 那注意到看这个操作的时候 要注意看 看 注解 就是 我们新增节点 要搞清楚 新增的方向在哪里 对吧 你可以新增在 最开头啦 你可以新增在 最尾巴 那 新增在最开头 跟新增在最尾巴 其实都要这样 去明确的标注你的这个 位置 好 然后再来是 这边来讲话呢 就是 你们看到这边有个remove 那有两个字呢 很容易大家搞错 一个叫做remove 一个叫delete delete remove 那这两个字呢 很容易搞混的 那 比较 简易的区隔方式 这样 注意到 有时候用词 没有那么 那么明确 即便是像List Head 那么多人合作的专案也是一样 好 虽然看起来很多人投入 但是 有时候用语就会有一些 不好的地方 好 那 delete跟remove 它两者呢 如果你要区分的话呢 一般我们可以说 remove是把移种 就是说 比方说 原本这边有三个节点 有一二三 就是说一二三 三个节点 好 那我们把中间那个节点移种 然后我们就称这样的 move 那另外一个我们称为叫delete delete是什么呢 就是说 它不只是 某个节点 或是某一个资料 它不见了 我们甚至想要把这样 要把它擦拭掉 就是 我们把它这个 毁失面积 那注意到呢 它不见得有很具体的这个区别 那你可以去查询这个 English English Dictionary 去看这两个差别 就是 你可以看到蛮多这种讨论的 但是注意到 有时候程式码没有写得很好 这边就举个例子 这边你看 初节写remove 但是呢 那个 In and Function写什么 写delete 好 你们发现一个 不一致的状况 那注意到 这边写不一致 我们给的程式码 也不是写出来给 给你去背诵的 写给你去 举足的 绝对不是 我们写给程式码 给各位 就是来给各位改进 好 那所以可以看到 这边来讲话 这边有那个 做一个remove remove的一个操作 好 然后呢 你还会看到其他的 这个 Static Inline的一个 Function 好 那 那注意到呢 Static Inline 好 那你可以去查询 西元的规格 就是我想有些作业同学 应该都有去查询 西元规格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在西元规格书呢 有去明确去告诉说 Inline 跟Static 好 那Static Inline呢 其实是两个东西的组合 Inline第一个 在做什么事情 它在做就是 对 所以编译器给予一个提示 注意到是提示 编译器不见得要理会 这个叫提示 那提示什么呢 提示说呢 借由Inline去宣告的这个Function 我们称呼叫Inline Function 这样一个Inline的函式呢 编译器呢 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呢 把它展开 就是说 你看 像这个Function其实很短嘛 这个函式就 就只有这么一行 所以在必要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干嘛 这个编译器呢 就可以看到 看到有这样的使用的方式呢 我就把它展开成 画面中看的这一行 好 这个叫Inline 所以这个叫 就是一个 最佳化的一个 一个提示 那Static在加上Inline之后呢 会变什么事呢 Static加上Inline之后呢 变成说这个Inline Function 其实只在这个Header 只在这个标头档出现 所以呢 原本Inline就会做展开 但是展开的时候 还是要看说 会不会有重复定义的问题 那但是StaticInline的话 就是说 这个 这个Function 这个韩式呢 在叫做List 也是Singular 这个韩式就只在 这个Header 这个标头档出现 那所以呢 那我自己展开的时候呢 我就跟其他地方是 无关的 好 那 所以这边Static讲的是什么 讲它的这个Visibility 就是它的这个 在整个Compilation Unit 的那个能见度 好 然后呢 在后面来讲话呢 也可以看到说 像后面来讲 有什么 有去像这个 Sprice这个操作 就是什么 就是说 它去 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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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list 所以你看到这个 就是从给定的一个 list 的node 然后 附加到什么 附加到另外一个list 的尾巴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呢 在List Kernel里面呢 就会去定义像这样的东西 那当然在 实际的实作来讲的话 会稍微复杂一点 就是 你看 我们给你的实作呢 就是通常比较简单的 那在真词的实作呢 会稍微复杂一点 所以你看 在List Kernel给的实作是 我实作这个 然后又有个 两个底线的 那通常两个底线开头呢 就表示 内部的使用 所以也就是说呢 在List Kernel呢 会给定一些API 你画面中 看到的 这些就是API 那所以这个API呢 可以给核心的 其他的部分 比方核心的模组啦 核心的其他的程式码 可以去使用 这是核心的API 好 为了实作核心API呢 就用到两个底线的 所以注意到呢 这个两个底线的是什么呢 就是内部的实作 就是注意到 就是这个List Kernel的 这个使用的惯例 好 那我们这边 为了要测印的方便呢 我们把这个List Kernel 程式码做简化 但是基本概念是 相似的 好 那另外一个东西叫 List Cut Position 这个东西在做什么呢 你看 从这个注解 大概看得出来吧 好 就是说呢 我今天呢 我是要把一个 把一个什么 把一个 List 的开头 然后呢 把它搬到另外一个List过去 好 那 那至于怎么搬呢 就要看它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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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始点 所以你看它会有Head Tool 就是说我原本的Head 然后List的Head在哪里 然后呢 把它搬到什么 搬到它新的所在地 然后所以这个东西叫Cut Position 可以看到 上面呢 上面这个操作是什么 上面这个操作是 去附加 就是 从 从 从一个 给定一个List 对不对 然后附加到另外一个List上 然后呢 这边来讲话就是什么 就是Bandle 所以这个时候呢 对于 你看到这边大概猜得出来 如果说我今天要对Limdist 去做 像MurchSort 或是QuickSort 你大概就会用到这个方权 对吧 为什么 因为 你会 你来做什么事 因为你要做切割嘛 先不管你怎么切 你可能从 一个Limdist的中间 或者相对中间的 节点开始切割 或者说呢 你今天 有一个方式 就是我要重复的去 合并 特地的节点 好 那再不管怎样呢 你在过程中呢 你会做这个Cut Position 好 那这边也是有 对应的实作 好 然后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你会看到有一些Maker 叫做List Entry 对不对 然后呢 用到刚才讲的Contain of 好 这边等一下解释 好 然后再来是 除了这个List Entry以外呢 还有什么 List First Entry 对不对 乍看之后 好像有点像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还有这个For Each 那For Each呢 看起来有点学问 那注意到呢 在有好多程式语言 它其实在语言层体呢 都会内建这个For Each 就是说 我们在C语言呢 看到一个For回圈 好 你们想问一件事 为什么C语言 它的回圈 叫做For 就是如果是Why 你还可以 还蛮好懂 对不对 就是Why 当个回圈的关键字 但是为什么 为什么 西语言 它除了有 话语回圈以外 它有For回圈 那这个For回圈 这个字呢 你们发现 这个字跟它原本的 那个英语里面的意思 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你们发现 为什么呢 这个就可以追溯到 1960年代 1960年代呢 那时候的程式语言呢 就是有非常多的 特别是来自军方的压力 然后要去把这个程式语言 开发好 For回圈这个词呢 其实来自德语 所以注意到 这个字呢 其实不是英语的词 它是德语的词 那只是辗转的 辗转的被西语言 重新吸收 好 那所以注意到呢 For each呢 跟这个 你原本看到For回圈呢 它就是一个包装 它就是把这个包装起来 所以你看 我今天有For each之后的写程式呢 可以看起来比较优雅一点 就是说 我开始指定一个什么 指定一个 一个节点 然后指定一个指标 然后指标呢 指向特定的节点 然后呢 我就是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把 我指定的那个slope 然后呢 我从历史的开头 一路呢 走访到最后的节点 所以特别注意到呢 就是说 在Ninus Kernel里面呢 我们刚才提到 这些都是核心的API 好 那当然随着版本的改变呢 这个 这些API呢 它会做变更 它不管是它的 数量会变更 或是说它的实作能 内部考量会做变更 那当然你在这过程中呢 你可以去追溯这个 开发的 开发的轨迹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很多核心开发者呢 它持续的在 改进这个程式码 你看到画面中的这段程式码 一直到2021年的1月 其实都还在什么 还在改进 那当然有的是改善那些 修正那些措置啦 甚至有时候是怎样 是发现了 它的这个内部实作有 有错误啦 甚至 甚至是涉及到一些 效率一体 像这个 有这个Lockless 涉及到这个 效率一体 当然是不管怎样 这些 科农的开发呢 其实很重要的地方是呢 你不能只是把当作说 我呼叫这个API 就这样的结束 不是这样 就是在客核来讲的话 你必须要很清楚 它的内部实作 因为 其实这东西是 签语法动全身的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一个 测验题的第一个部分 我们把 刚才1000多行的 这程式码 把它浓缩 变成一个比较小的程式 然后我们取出里面的 比较精华的部分 来做探讨 然后呢 你大概也可以从 我们的随堂测验 大概可以发现一个风格 我们的风格就是 我会给你一个相对 比较长的程式码 那你去阅读 在很短的时间内 了解 它的前因后果 那我相信这个训练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呢 如果你有机会投入 Linux Kernel开发 或者说你必须要 了解到Linux Kernel开发 你往往的面对程式码 不是只是那2800万 很可能不只是 原本Kernel里面的 还有不然说Kernel外面的 甚至一些 协力开发工具 所以你要在很短时间内学会 怎么去掌握这些程式码的运作 包含说我过去呢 在一些科技公司担任顾问 那我很常被问的问题就是 就是如何trace code 这个问题其实说得蛮难回答的 你会不会在金庸大师深浅的时候 问他说 如何快速看完一本小说 你大概不会问这个问题 你不觉得这个问题很思理 但是trace code 其实它潜台值是什么 如何trace code的潜台值 其实就是 可不可以让我快点把程式码看懂 然后看懂之后赶快改 赶完之后赶快下班 各位同学要知道 已经在上班的学员可能会偷校 但是在学校 还在读书的同学可能没有感受到 赶快下班这件事的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心理压力 因为赶快下班这个很重要 因为很多工作是做不完的 好 回到这个主题 其实我也不知道 要怎么快速阅读程式码 你只是想看 如果Google的工程师 Apple的工程师 他每一个人都是抱着说 我要速读 七早八早把这个程式码读完 然后七早八早把程式码改完 然后交差 他们做出来手机你敢用 你敢把它放在口袋里面吗 你不敢 对不对 所以他们其实都花了很大心思 在淬炼在改进在突破 对吧 那所以反过来说 我今天不是在特别强调说 我们要速读 或是说快速看完 然后跑棒棒什么 还什么技术债 我不是要做这件事 而是让大家知道 我们在面对这种 比较复杂的程式码的时候 我们要有什么观点 就是这个观点就是 我们要怎么如何抽失剥剪 而不是说我今天一行一行 程式码阅读完 其实说真的 你没有这个 素养的时候 你阅读程式码 只是读一次 读两次 读三次 然后最后还是没有看到细节 对吧 这有点像你看那个法律条文 对吧 就是你可能有看过那个法院的树状 或者什么 你看第一次 看第二次 看第三次 因为你没有融入 你没有搞清楚他的这个前后果 你可能就是看好多次 还是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那我希望你不要用这种态度 去面对电视课文 如果你用这种态度 去面对电视课文 那不是叫四倍功半而已 那可能是四倍功零 对吧 就是表示你 你可能都没办法 在List kernel那边做一些建树 所以回到这边来讲话 我们其实要掌握一些重要思维 就是像刚刚那个程式码 你一定要搞解 科统开发者做那些程式码 到底有什么意义 比方说像刚刚提到 有个结构题叫什么 List head 那你看显然的这个List head 这个List head跟你以前 习惯写程式的方法不同 注意到很多同学会在共笔 会在课堂讨论 说老师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你不用急 急着说第一次 在资讯科技的领域 你会讲不完的第一次 然后你会说 这跟我过去习惯看的东西不同 正常 如果我们上课只是教你 习惯看到东西 那我干嘛花时间在教你 我们课堂就是要教你 你看不过 没看过的 你没想过的 或是会颠覆你的思考 这才值得我们在课堂上做 这才值得我们在高等教育 要求学员 所以回来这边来讲的话 你想你以前写List的方式 会有什么问题 我们想一下 明显写List的大概怎么写呢 大概是这样写 对吧 明显写 就是说我今天可能用Type Define 去宣告一个形态 那我们用个底线T表示什么 它是Type Define的形态 这样东西很多嘛 比方说Size底线T 就是说它是从Integer 不同硬体架构的Integer 然后我们就去Type Define 一个什么 一个形态出来 那你看到 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这个原本的Structure 所以你看到我这边两个底线 其实也是林斯克的那种风格 就是说两个底线表示什么 内部用的 也就是外部用 我希望用的是Node的底线T 外部用的 那内部实作的时候 就用两个底线 然后你看到我今天这个结构体 就有两个底线的Node 然后它的实作Link List 是指向这个结构体的指标 对吧 那可是这个有很大的困扰 就是什么 就是你这样做出来的Link List 很困扰的地方是 你只要这个结构体改名字 那你这个名字就要跟着改 对吧 所以它的通用性很低 那反过来说 如果我们今天的方式是 是怎么做呢 是这样做 就是说我先把这个什么 先直接宣告一个结构体 叫做ListHead 那这个ListHead里面 放两个成员 一个是PreviousNode 一个是Next 就是一个是前面的节点 一个是后面的节点 然后呢 我直接把这个ListHead 把它放入到其他的结构里面 所以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Structure 好 所以比方说呢 来看程式码 好 所以比方说呢 你用的时候就直接用 对吧 就知道你一不用的时候就是干嘛 我就直接给它一个List 所以之后的这些操作 上面看到那些Kernel的API 都可以用什么方式 都可以直接针对这个List 这个什么 这个成员去操作 所以这就给你一个很大的便利 所以我们要注意到 ListKernel绝对不是 你不应该把它当作 只是一个作业系统来看待 只是Windows以外 MacOS以外的作业系统 不应该是用这个观点来看 其实它很多时候呢 是很强调什么 它的思维 风格 风格不是排版那个叫程式码风格的吗 风格就棒那种 就是我要怎么让这个Link List 一个双向Link List 一个环状双向Link List 让它的这个使用上呢 可以更大的弹性 所以你看我这边来讲话呢 在我这样用的时候呢 我就不用的时候就不用去写这个Element 对吧 好 那么再去看 所以你看第一个是什么 是它的这个通用性 好 所以你看我只要纳入 把这个ListHead 纳入成为一个节点 然后就可以操作 然后不用维护另外一个 DoubleLink List 对吧 好 然后更酷的地方是什么呢 更酷的地方是说呢 这个ListHead 依据它内部的实作呢 可能会变成一个环状的啦 或是一个双向单向的 你也不用去管 反正呢 你只要在你的结构里面使用就可以 好 好 那再来是我们刚才特别提到 Gnu Extension 所以比方说这边就会有用到 这边显然就会用到一个Gnu Extension 那比方说这边有一个Gnu Extension 叫TypeOf 那TypeOf 注意到它是Operator 那很多Operator就是在 像这个Operator呢 是在编译时期就可以生效的 所以比方说呢 我今天给它一个 我今天有一个巨集 那这个巨集呢 输两个因素 一个是什么 一个A 一个B 然后呢 我用TypeOf 那我可以都知道它的形态 所以如果说一开始输入的东西是两个Integer的形态 所以TypeOf 就会得到Int 同理TypeOf 同理TypeOf B会得到Int 那你可以思考一下 为什么要写那么复杂 你说Max不是很简单吗 就是如果A大于B 就回传A 否则回传B 你说这个东西不是很简单吗 但你们想过一件事 你今天输入的A 它真的只是一个值吗 它会不会是一个I++ 那同理呢 这个B会不会也是I++ 你不晓得 对吧 所以你看到 既然我们没有保证 它的输入的形式是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个方式呢 可以去避免 我们称为叫做Double Evaluation 就是避免这个引数被Evaluate两次 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技巧 那接着呢 我们就来看 刚才不是讲到一个东西叫OffsetOf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 我们刚刚看到什么 ContainOf 那ContainOf用到一个东西叫OffsetOf 那注意到OffsetOf是在C89C99 就开始提供的关键字 那所以这关键字呢 它做的事情呢 非常之单纯 就是说你看哦 像右边这个示意图来讲 我今天有个结构体 我觉得1有1 1有1是Element的缩写 然后呢 它里面有一个成员呢 叫Man 你大概猜得出来 它是一个 大概就Memory的缩写 然后呢 我可以用这个OffsetOf 怎么用呢 就是结构的名称 然后呢 你的成员的名称 然后它就跟你说 这个东西的距离是多少 那注意到呢 在我们这个讲座呢 在我们这个Ninx核心设计的第二周 其实就提到一个东西很重要 叫什么 叫做记忆体管理 对齐 还有硬体特性 然后呢 这边还有个搭配阅读的文章 强烈坚定一定要认识度 然后也就是说呢 你今天看到结构体呢 它很可能跟你长的是样子可能不同 结构体除了第一个成员以外 其他都可能会搬动 所以它可能会搬到 顺序会搬动 或是它中间会夹杂一些派电 然后就是夹杂一些额外的空间 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 有很多考量 比方说 让这个结构呢 能够更好的去fit 一个cash line的大小 或者说呢 让这个机体的存取呢 可以避免unline的assess 那这个东西呢 请你详细请你去看这个 西元的机体管理对齐 还有硬体特性 那这东西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今天我们看这个程式码的时候 千万不要只是看 然后看完之后去逸凌它 看完去举足 这绝对不要 这个很多程式 比方说Linus Kernel 你会一天到晚看到这个 structure会去做什么 会去做padding 那这padding的原因呢 很多 其中有部分就是为了cash line 那当然除了cash line呢 还会考虑到 考虑到就是在这个alignment的问题 所以你看到 你看我在Google搜索 找Linus Structure padding cash line 就可以找到一大堆 然后你会找 甚至把什么 padding再加什么 align alignment 好 好 一样 你也是找出一大堆 所以你看到 看到这个东西呢 这个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 为什么会有这个 这个关键字 这个关键字是说呢 不管编辑器对这个结构做的哪些最佳化 做的哪些成员的顺序调整 但是最后 我给你什么 给你他的一个 给你他对应的距离 好 那container of呢 就善用这个offset of 那注意到container of是Linus Kernel自己定义的 offset of是C89C99去定义 定义出来的关键字 那container of呢 就善用前面讲的offset of 然后呢 他可以做一个很酷的事情 就是说呢 他的用法像这样 就是说我一开始有个指标 这个指标指向一个成员 然后呢 我指定一个形态的名称 然后呢 我再有一个什么呢 然后呢 我可以告诉你 告诉你说这个 他的成员叫什么名字 然后最后告诉你什么 告诉structure的名字 所以反过来想 如果你用那个 物件导向的思考来讲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是说 我给你一个 给你一个物件 但是物件呢 我只告诉你某一个成员 但是呢 你可以透container of 知道什么 整个物件的所在地 就是这个 所以你可以 大概可以猜出来 container of 跟什么 跟物件导向有没有关系 有哦 你可以来看看 object-oriented oriented programming 好 你看哦 你用这个container of object-co-oriented programming 然后呢 你发现什么 这东西竟然存在 而且好多篇文章 都在探讨这件事 那么在 你所不知道西语言 物件导向篇 然后也探讨过这个议题 就是其实Linx Kernel 是可以 做到物件导向的程式开发 那其中有一个重要技巧 用到这个container of 我休息一下 好 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个container of呢 那你可以从它的 程式码的实柱 可以看到出 这个container of呢 其实用到前面讲的 offset of 好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要 熟知西语言的规格 你在网上搜寻container of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说明 但是呢 其实蛮多的说明都是有问题的 就是 可能基本概念讲对了 但是细节讲错了 或者说 根本就是全错 那这种东西呢 特别在中文的状况会遇到 在中国境内呢 有蛮多开发者 对Linx Kernel很投入 这是好事 但是投入的方法呢 我觉得有些问题蛮大的 就是说 比方说花很多时间 你会发现有些开发者的 有些 对城市人有兴趣的人 他们就是 就真的用举足的方法去探讨 就 这可能跟那个什么大令纲啊 三面红旗啊 对 你知道那个文化大革命 那个年代的那个东西 反正就是说 他们有很多至今都 还是我觉得还是这种 三面红旗啊 大令纲的方式去学习 就 一个老师啊 一个主管啊 或者一个人 他就花很多时间去 去边钻 Linx Kernel的城市嘛 但是 我想到说 其实这些东西 他可能可能不是Linx Kernel的东西 他很可能就是西元辉格啦 很可能是某些技巧 而且这个技巧呢 其实开发者自己在什么 在Gitlog 就讲过啦 其实这个东西 他在设计的时候 就有哪些什么 他就是有哪一些考量啊 对不对 比方说像这个 你看到说 他很可能在他的CommuteMessage 就说 这东西做了什么事 所以与其呢 你傻傻去看那个城市嘛 其实你不如去了解 他的那个演化的过程 那这也是我特别强调说 尤其在课堂 我们很强调说这种东西 你一定要了解 他演化过程 唯有你知道过去 还有他现在着重点 你才知道未来 找哪一种 你才能够 不要说事半功倍啦 就是说至少你的投入 跟你的付出是看得到的 那反观你抽到就是在 这边 对石板的城市嘛 做钻研 好不容易猜对 是你运气好 那更多时候 可能就是会猜错 所以 这也是我们在这个 课堂设计的不同地方 那至于说 contain of 怎么用 offset of 实作出来 那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干嘛 显然就是作业 延伸问题要探讨的部分 好 那所以底下呢 就是这个contain of 怎么去实作 那你可以搭配看 这个 你所不知道西元指标篇 那这个 如果你看到这东西 会觉得害怕的话呢 那表示 表示你还太嫩 对吧 Linscone有一堆 城市嘛 都长得这种德性了 然后注意到这个0呢 是一个很有趣的数字 它可以不是0 那如果它不是0的话 可以换成什么数字呢 这个也去想 所以注意到呢 你最好在学习的时候 避免说 只是照着画面来 画面这样子 每一行每一行去看而已 最好是什么 去做实验 去观察 甚至想 我也没办法写更好的程式 你甚至有一天呢 可以对Linscone做贡献 那我觉得贡献是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永远没有去贡献 你只是去看 只去观察 那你永远就入魂 那反过说呢 你有一天 发现 有可以突破的点 然后尝试对贡献 所以你跟那坑脑的开发者呢 就有机会拉到 也不见得 整体的能力是同个水准 但是怎样 至少在这一个面向 你跟它拉到是同个高度 所以你才会知道 这个下一步是什么 然后这个Alan Kay 电脑客人家Alan Kay 说过一个很经典话 他说预测未来最好的方法 就是创造未来 所以我希望我们这门课的学员 你往更好的地方想 就是说 我不只要看懂程式码 甚至我要 我不只要看懂 然后做实验 去验证 更好的地方是什么 你去贡献 因为贡献其实就是预测未来的方式 那这题其实就是在这上面的基础上 来去实作一个merge sort 然后这个程式码写的比较乱一点 就是有一部分是故意的 故意写的比较乱 那显然有一些地方是可以让改进的 这也是这个颜色问题所提到的 好那先来看这个merge 那这个不难从这个程式码看得出来 这边有做merge sort 对吧 那这个merge sort 在对应到哪里呢 就是对应到 在哪边呢 merge sort listmerge sort 对不对 就这个 所以这边显然他自己做的什么 递回 那底下是测试神使码 那这个测试神使码里面呢 我们再专心看我们的merge 那个 listmerge sort在哪里就可以了 好 所以你看 这listmerge sort 运用了递回 然后呢 在这个递回来讲的话 也有一个辅助的函式 辅助的函式用什么呢 你们看到 list cut position 对不对 我们刚才前面提到 对不对 然后呢 八卦说这两个 所以你看 我们刚才有特别去讲这两个 所以你在阅读程式码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 所以你要怎么快速阅读 我不认为说天底下有真正的速度 但是 毕竟你已经了解了 merge sort 可以用地回去实做出来 而且你知道merge sort 我一开始做切割 我先不管我怎么切割 反正我切割完之后呢 我要 我要 我要干嘛 我要做 依据大小 就是依据你的比较的方式 然后就做什么 开始去合并 合并特定的节点 对不对 好 所以显然呢 这边呢 就是在做这个事情 只是说呢 这边用到我们上面讲的这个部分 那当然你要认真看 那个 了解它的用意 好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说 上面还有一个什么 leastmerge 所以这个leastmerge呢 是来搭配什么 搭配leastmerge sort 的一个helper function 对不对 就是这个辅助的 辅助的函式 那这个辅助的函式里面呢 里面有个东西比较有意思 就是这个 leastentry 所以这个leastentry呢 来回来看一下 这个leastentry 所以看到 leastentry呢 是用前面讲的containof 所以呢 那我给你一个某一个member 然后呢 我告诉你他这个结构的 结构的什么 结构的这个名称 那你就可以告诉什么 告诉包含的整体 所以你看到就是 相当于说 我告诉你一个成员 你告诉我什么 整个物件 整个结构体的名称 这是leastentry 那我们就用这个来实作 那所以这个 你不难发现 我们透过简化过的 Linus Kernel的这个list.h 然后呢 做一个什么 相对 我们称为叫not trivial 就是 not trivial的中间 就是 稍微复杂一点东西 对不起 不精准的翻译 就是稍微复杂一点东西 然后让你干嘛 去了解Kernel API的使用 那当然 这过程中呢 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很大改进空间就是 比方说 从名字代猜出来 它是找中间 但是 以murch salt来讲 我从中间去切割 难道是最好的策略吗 未必 那所以呢 我要怎么样切割 才能够发挥 尤其是针对硬铁特性 发挥它该有的效率 这就是一个学问 这也是 你看更专业的程式 比方说Linus Kernel的这个list salt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颜色问题 所以就是说 我们颜色问题 通常第一题都是一样的 就是叫你解释这个程式码 然后告诉你哪里可以改进 这个程式码呢 其实不难看出来 它改进的空间 就是这个程式码 其实看起来是丑丑的脏脏的 对不对 你想想看 我都已经有这个list head 那我还需要这个head跟tail吗 看一看 这好像多余对不对 然后呢 我有list的 我还要搞一个cue吗 这看起来又是多余 但是你看到这边 可能会有个会心一笑 这个东西 我们在写第一次的作业 我们给Lab0那个作业 请求这个 换个脚想 其实Lab0的那个作业 还可以在精简 这也是 之后可以留给同学们练习 就是我们能不能把原本 延伸至CMU 卡内西美容大学的作业 它是Lab0 那我们把它做了扩充之后 其实我甚至可以用linux kernel逻辑 去改写它 做出更精简 而且甚至效率更高的 实作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这边来讲话 就是你可以去尝试 尝试去改进它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 linux kernel有个东西叫list.h 那你大概从名字猜出来 这个东西就是针对link list 去做排序 然后你看 这边有个东西叫 export simple export simple背后有蛮复杂的操作 但有兴趣可以追一下 简单来说 export simple让linux kernel的其他部分 包含这kernel module 可以呼叫这个 呼叫这个韩式 可以看到这个韩式 这个东西很重要 因为像我们在执行 这个kernel module的时候 因为kernel module一开始它是 一开始它是独立于kernel之外的 对吧 就是有需要的时候才挂载到 变成kernel一部分 但是一开始是独立的东西 那所以呢 当你这个kernel module 要挂载到linux kernel的时候 其实呢就会有去处理到特定的符号 那这个也是在我们在第四周 讲编译期最佳话的时候呢 会有讲到一些这种连结期相关的议题 那不过这个你大家可以知道 就是说 this thought这个来讲的话呢 是让 这个export simple如果顺利的执行完了 就可以让kernel module或是kernel其他部分 也可以呼叫到this thought 这个什么 这个韩式 好 那这个韩式呢 你看到在这里 那这个韩式呢 其实你会看到 从它注解里面看到一些很特别的地方 表示你去找1比2 2比1 那所以注意到呢 这个它这个切割的方式呢 就跟我们原本给你的程式码有很大差异 就是事实上呢 在linux kernel用的merge 它也是用merge sort 那但是呢 它的切割方式就不是在中间去切割 它会有一个这样的比例 那至于说这个比例怎么来呢 底下有丰富的注解 丰富的让你发挥的空间 所以注意到呢 在我们linux核心设计这门课呢 其实很大比例呢 是要让你去发挥的 而且呢 我们这边呢 还有个要求就是说 你希望你把这个程式码把它搬出来 搬出为独立可执行 什么叫独立可执行 就是说 原本这个this thought 显然它是在linux kernel一部分 所以你平常没法测试它 所以你要做什么事 你要去修改程式码 让它可以在单独的在user space 就是说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改到linux kernel的程式码 但是我把linux kernel的程式码 剥离出来 那这个很重要 因为你可以单独执行呢 你就可以干嘛 你可以去评估它的效率啦 甚至指出用我们之前在lab0 第一次的作业 里面提到那些工具啦 不管是Valgrim 去找检测记忆体的错误 或者是adress sanitizer 去找出说有没有什么use up free up global buffer overflow这种问题 然后你甚至可以用perf 这样的工具去检测 去分析这样的一个list thought 程式的效率 那特别注意到的地方是呢 这个程式码呢 算那么多人开发 你看看一个程式码 它可能就有非常多人在投入 你看这里来讲 至少有9个开发者投入 其实不止9个啦 因为git有时候 它的追踪 贡献者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样 好那总之就是说 虽然看起来有那么多人开发 但是还是有改进空间 然后我要特别强调 改进空间是非常重要的 你学习的改进空间呢 你可以从过往的学方式 比方说你可以看它的gitlog 比方说像这边 你显然可以看到它什么 它就花了很大力气 不要怀疑哦 程式码 程式码看起来已经改很多了 但注解是写很多 不要怀疑这是什么 这是程式码的comid benchmark git 我们在Lab 0为什么那么强调 ceu 因为发现Lins kernel 有很多地方 conex就是长得那么长 换个假如想 你要对Lins kernel做贡献 你很多时候要真的要花很多心力 去描述你做的事情 不要说我要去减少比较的次数 我要怎么降低我的时间复杂度 我要怎么考虑到Label 1 Cache 对,不要怀疑,就是你以前在计算机组织结构学到的Cache 你说MerchSort竟然跟Cache 有很大的关联 有,这东西关联大得很 你可以在Wikipedia上面 可以看到MerchSort的那个词目 他今天就有提到那个对Cache 友善的实作 你说那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 为什么教科书没有写 其实教科书是有写的 只是说教科书一般写的时候 会把它写在一个延伸阅读 你如果注意看 以前那个演算法书请 他通往后面会捕捉这个东西的参考资料 但你也知道 就是台湾大学生的读书方法是 考试考的我就读 考试不考我就不读 那这其实是很糟糕的事情 不是说这个投机起巧糟糕了 就是说你考完试还是要学的 因为在真实情况下 在Linux Kernel的开发 其实我们非常重视细节 那这细节来自什么 来自你对知识的掌握 来自你对这种资料结构 演算法的什么 广度深度 所以注意到就是像这个Linux Linux Kernel要怎么去改进 那其实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 我如何去做必要的切割 我如何做必要的一个调整 让Linux Kernel对Cash更友善 那所以你不难看出来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什么 讲的这个Linux Kernel在2019年 2019年就有提交一个这样的一个修改 这个修改就是针对Cash去做调整 那这样的调整之后呢 可以得到一个很可观的一个贡献 那这个也是我们希望你在这个什么 在这个作业里面去探讨的 然后当然呢 我们还希望你什么 因为你在第一周的测验体呢 其实就已经什么 就已经实做一个改进过的排序演算法 排序的实做 那我们希望你拿来做比较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求你把它变成Standalone 这东西很重要吧 你看得出来我们最东方的重视 然后呢我们之所以在Lab Zero介绍那么多工具 就希望此时此刻你可以用得上 好那接着我们看第二周测验体的第二部分 那第二部分就像刚刚提到 我们是强调是在Bwise的那个操作 然后呢这个东西呢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 这个方形 这个方形呢 有点趣味 趣味的地方是哪里 你看哦 这个N 输入的N呢 它是5号的 16位元的 16位元的什么 5号整数 对吧 那这个东西呢 是定义在哪里呢 这个形态是定义在 sddint.h里面 sddint.h 好那 那真正好玩的地方是不在这里 真正好玩的地方是 今天有个东西是N加1 那你想哦 5号整数 5号整数加1之后 会不会遇上 overflow 这东西好玩的 这个东西好玩的 你看哦 如果呢 它是你看哦 它是一个本来是一个很大的数 就是一对F的 你看到的 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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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很多F的那个 二进位来讲全部都是1的 那你给它加1 那不就全部都超过来了吗 然后呢 你再把它向右位移 就是原本 在这个状况下 会不会遇到overflow 那你对一个已经overflow的东西 做诱移 那这件事呢 到底是不是合法的一个操作 这你心中就很大问题好了 我们知道就是说 在西语言里面呢 会有所谓的 undefined behavior 那我们有个讲座叫做 你锁不到西语言 未定义行为篇 就花了很大力气去介绍这件事 那所以好玩的地方是 这段程式嘛 N加1 然后呢 因为N加1有overflow的风险 然后呢 向右位移 那这样我对一个 对一个什么 对一个 有overflow风险的东西呢 去做位移 难道这个东西是正确的吗 对不对 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所以再次你也知道 西语言规格的重要 你看 有人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 你就讲 对耶 我吓到吃熟熟 只会怎么办 对不对 如果你已经在工作的朋友 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很熟悉 对不对 你在会议的时候提出说 我认为某某系统有这个风险 那出馆说 哎呦 言之有理 所以你觉得呢 但是尴尬的地方是什么 你之所以提出问题是需要跟大家讨论 结果主管质问说 那你觉得呢 对不对 你们觉得很干 对不对 我觉得说 靠 你一个月领的薪水比我多 结果你冲到来 只是说 哦 这个人讲的好棒 这个人讲的 哦 好有意思 这个讲的好有哲理 但是你觉得呢 对不对 你觉得很干 对不对 那在校的同学 你会觉得很好笑 这样的人可以当主管 这种人多的是啊 对不对 所以注意到 我们学习西元规格 很多时候呢 不是只是解决问题 也是保护自己啊 对不对 如果这时候呢 你可以指出西元规格说 这个东西是明确有定义的行为 或是这个东西是 undefined behavior 你甚至可以说 这整个城市是有它的瑕疵的 这个城市是有问题的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知识 知识 是让你武装自己 尤其在台湾的资讯产业 可以活下来 然后一个人 你就要靠知识 好拉回来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这个方形呢 一开始跟讲 它的目的是什么 它回传一个小于等于n的 power of two 就是 二的n次方 好那你想哦 这个power of two 这个power of two呢 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想哦 它的二经位表示里面呢 它一定只存在一个一 一定只有一个一 然后呢 至于它后面有几个零 一后面到底有几个零 这不重要 反正那一定是power of two 那当然也可以没有零 对不对 就是二的零次方等于多少 二的零次方等于一嘛 所以呢 它在二经位表示里面 一定只有一个一 好 那有可能会有好几个零 这个东西是power of two 然后呢 这段城市嘛 它的功用 就是要去回传一个小于或等于n的 power of two的值 好 所以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用bwise的操作 可以让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我该怎么做 好 那这边已经有提示你了 你可以用用语 加上 over的操作 好 那至于怎么做呢 那你就要 比方说你可以 试着带入某些数值 去找出它的规律 或是去思考 像刚才提到这个东西 到底是不是undefined behavior 好 那注意到呢 在Ninx Kernel里面呢 如果你去检索power of two 你会找到好几个 在这个网页里面可以看到这个Ninx Kernel 它有 它有这个什么 Kernel API 好 那 所以呢 你看到 你如果去检索呢 它会有power of two 就是 Kernel呢 甚至为了这件事呢 特别去发展一些API 来去做什么 去做这个 它是不是power of two 那你可以看到 好几处有这个部分的描述 好 那为什么有这样描述呢 而且呢 这个 还记得刚才的题目吧 题目呢 是找出什么 小于或等于的 诶 那有没有大于或等于 有 所以呢 你可以 对应到Kernel来讲的话呢 对应到Kernel API呢 它会有run up跟run down 好 我们刚才的行为呢 其实是run down 好 注意到这有两个底线 好 那 所以 你可以找出略小的 略小或等于 或是略大或等于 好 那这个东西呢 特别在 Slave 非常之重要 好 那所以怎么办呢 你去读书啦 好 对不对 好 那 你在探索过程中呢 不要太依赖Google搜寻 好 因为网上很多文章呢 其实有 有问题的 好 所以过程中呢 你可以去看一些文章 看一些讨论 好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的思考 好 要带进去 好 那更麻烦的是 做必要的实验 你甚至可以比照 前面那个另一个历史的手段 把Kernel的Slave 搬出来 搬到UserSpace的程式 来单独做实验 其实这都是一个很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练习 那不然我自己过去 在学习Kernel也是这样子 就是 我在1997年 接触到Linux Kernel 然后我在大概 将近一年多之后 我对Linux Kernel 尝试做 开始对Kernel做贡献 那我在过程中呢 我除了贡献Linux Kernel以外 我也在开发自己的作业系统 那我运气还不错 我开发的过去几套作业系统 有好几套都已经商业化了 所以你看他说我过去写的作业系统 所以我过去开发这几套作业系统呢 跟Linux Kernel呢 它虽然是独立的东西 跟Linux Kernel是没有相关 但是刚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练习 就是 你看我1997年开始学习Linux Kernel 然后那时候我学习Linux Kernel 目的很简单 就是 我其实是为了要开发自己的Kernel 那所以我在 一边开发自己的Kernel 一边学习Linux Kernel 所以可以同时去做比对 那有时候呢 我也把Linux Kernel的这个程式码 试着搬到我自己写的Kernel上面 当然最后发表的时候要重写 因为有时候因为授权的影响 我在 你画面中看到这几个 我的过去的作品 那我原始上 比较不偏好是GPU 我有几个作品是用GPU发布的 但是 在那个有些科农 我会希望说他不是GPU 因为我们要做那个商业 就是有些可能要投入商业 或是要要要要要记转 那有时候GPU会有带来一些困扰 好那总之呢 这个就是一个验证 所以我希望呢 我们学员呢 也可以从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是说我今天不是只是去看程式码 你确实要去改它 然后呢 而且改它的时候呢 你是真的 你是真的找一个应用场景 然后呢 比方说像刚刚讲Snap Snap 它是一个记忆体配置器 然后在我们Linux核心设计讲座呢 有一个叫做记忆体管理篇 那就是专门来讲这个Linux Kernel 那个记忆体管理 那其实蛮复杂的 然后这个Snap 如果你可以把它单独抽离出来 那你可以观察说 它这个Snap具体怎么运作方式 然后为什么他很在意Power of Two 那第三个部分的转移体呢 你可以看到说在这个题目的来讲话呢 它希望使作一个bit copy 那你看bit copy 跟它相较之下看起来有点像东西 叫什么 叫NEM memory copy 对不对 你看这个东西看起来像 你看memory copy呢 它是什么 它是给你一个destination 给你一个source 对不对 给你两个指标 然后就是我给定的长度 然后依据这个source的内容 然后逐一的复制到什么 复制到destination 然后它会复制N个byte 对吧 然后这边的bit copy 大概看得出来 这个bit copy跟mem copy很像 对不对 那当然说它的使用方式也很像 destination source 然后count对不对 诈看之下 根本就一个样嘛 当然是哪里有差别 差别就在于说 它是针对bit 好 那现在呢 因为我们知道现代的大部分电脑 其实是byte address 或是byte addressable byte address 或是byte addressing 或者是byte addressable 其实它就讲一件事 就是说我今天这个处理器的设计来讲话呢 我在定值是以byte为基准 所以就说在西元的设计来讲话呢 虽然它提供byse的运算 可以让你针对特定的bit做操作 好 但是 你会觉得它是byte address 就意味着什么呢 你的指标 你的资料存取 都是要什么 都是站在byte为基础 而不是用byte为基础 所以要搞清楚这件事 这是一个取舍 注意到这件事呢 也不见得什么是科学 什么科学原因 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byte addressable 它成为标准的时间 并想要玩 byte addressable 什么时候才成为标准呢 它一直到1980年代 才变得标准 也就是说呢 在1970年代 或是更早之前的电脑 甚至不是byte addressable 这个很有趣对不对 就是你会觉得 一个byte等于8个bit 这件事你会觉得说 这好像是好古老的东西 不是 它是1980年代 才变标准的东西 所以1980年代以前 其实一个byte 不见得是8个bit 你反过来想 你高中的时候 计算机概念 就告诉你说 一个byte等于8个bit 为什么是选8 你没想过 对不对 没想过对不对 你现在可以开始想 注意到它是一个取舍 它其实不是因为 什么数学上的原因 它是一个工程上的取舍 曾经有一段时间 一个字元 它可以是6个bit 所构成的 一样那也是另外的取舍 那么大家去看 所以这边来讲 其实做一个东西 叫bit copy bit copy的话 就是我们希望 我们去copy的操作 是一个bit 接着一个bit 去做资料的复制 好 所以在这边来讲话 就比较复杂一点 复杂的就是说 因为电脑是byte addressing byte addressable 所以你在指定的时候 很麻烦 就是你除了给指标 还不够 对不对 你要告诉它具体 是从哪里开始 从destination的 第几个位员开始写 那同理呢 那个绿的也是一样 我不能给一个src就够了 我要告诉你说 src的第几个位员 开始读这个数量 好 所以你看到 它的这个示意图是这样 就是说 注意到我们 我们今天是这样写 这个东西是msb most significant bits msb 那相对来讲 这个东西叫什么 lsb list significant bits 所以你看到 这个是msb 这个是lsb 然后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就是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有一些操作上的技巧 所以就说 你对比方的一个数值 对7去做 byte的and 它其实就是取余数 就是这两个东西 作用是等同的 那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或者是做一点实验 去看一下 为什么这东西等同 但是这个东西 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因为在电脑来讲的话 取余数 这个modular操作是很慢的 一般来说是很慢的 因为它是除法的操作 但是byte的操作很快 就是它一般来说 一个clock cycle就做完了 然后底下 这段程式码 就是尝试 去透过一些mask 所以你看到这边有个bit mask 这边有针对绿的bit mask 下面有针对right bit mask 就是有不同的bit mask 所以它针对不同的bit mask 然后去针对不同的情境 比方说 就是 比方说起始位缘 有没有对齐这个位缘组的msb 然后要看说 我今天读取的时候 要不要跨越两个位缘 这个东西你可以来对照看 我们今天在讲 这个西元机体管理 对齐 还有硬体特性的时候 有提到 因为我们要考虑到alignment 所以我们的时候 有些问题就很麻烦 因为 你看 假设我今天 CPU架构是32位缘 那32位缘就意味着 它是32位缘除以8 所以一次可以存取4个byte 但是这个存取4个byte 是有它的学问的 不是乱存取的 就是你看 如果说你一开始 就是排得刚好 就是刚好是在开头的地方 所以我可以一次4个byte 再4个byte 所以我总共 我两次操作可以存取8个byte 但是尴尬的地方是什么呢 如果你今天存取的东西 是在中间的 所以变成说 你要存取8个byte 但是最后 只能拿出有效的 你有兴趣的4个byte 所以你看 原本 在左边就有兴趣的状况 就是你有对齐的状况 你只要一次 在32位缘的架构 你只要一次机体存取 就可以存取到4个byte 但是你在 un-align 就没有对齐的状况下 你要存取两次 才能得到 得到30位缘 就是你要第一次操作 第二次操作 然后再把有用东西拿出来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来讲话 其实就有点像这个问题 有点像这样的考量 就是说 我今天存取的时候要不要跨越 我今天要不要跨越两个位置主 因为一样这也是什么 byte addressing的考量 好 那底下有这个程式码 那底下就是告诉你们 就是说我希望去实作这样的一个 bit copy的程式 然后呢 希望你去了解它的程式运作 好 然后你们可能好奇这个程式执行起来像什么样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呃 bit copy 呃 不 bit copy bit copy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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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它的程式码呢 原则上就是像 呃 像刚才在立体上看到的 好 那我们可以试着去执行它 嗯 那它执行起来呢 会像画面中这个部分 就是你可以从这个输出可以看得到 我们来一点点慢一点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呢 就是在这边来讲会设计不同的情境 好 然后你看哦 这个这个程式怎样 就是它去设 依据不同的IJK 好 然后呢 给定什么 给定它的那个 不同的输入跟输出的范围 好 所以基本上呢就是 我们现在去检测就是 所以看到它的输出会长成这样子 就是 我给定不同的这个起始点 好 那 你可以看到这个bit copy 就是 我会有 我控制我的什么 控制我的 要位的量 对 就是这个right offset 所以我去变更 所以它每次呢 它执行起来它的行为会是这样 就是像是这样走一旦 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这个 反正就是一个周期 就是这样一个周期 这样子下来 好 所以呢 那最后印出来的会长这样 就是这样 就是 设定不同的offset 然后进行测试 好 那 接着我们来看 就是 在linux kernel 在linux kernel里面呢 其实有好多个部分 会针对这个bwise 去做操作 而且呢也会 有上面类似bit copy 但是注意到你不要用bit copy 去搜寻linux kernel的source code 好了 好 你 你会找不到东西啊 对吧 比如说假设你今天傻傻的 傻傻的去那个什么 去搜寻什么bit copy bit copy bit copy 好 那 诶 诶 假设你傻傻的去搜寻 的确会出现啊 对不对 的确会出现bit copy 但是 这是很没有效率的方法 因为 因为人家不见得是这样写啊 对不对 人家可能是写 写这样啊 对不对 诶 会写什么bit copy 就是 他可能是写bit copy啊 对不对 你看 你刚才找bit cpy 对不对 好像找了好多人 然后你开始干嘛 你开始去举足 开始去 阅读这些程式嘛 但是呢 你没有想过 人家可能是这样子写啊 而且 关键地方是 如果人家不写注写的时候 你找得到嘛 所以注意到 这边为了要让大家 比较容易一点 我们给大家一个提示 其实linux kernel里面有个东西叫bmap bmap bmap这个东西非常之强大 这个干嘛呢 这个其实呢 就是 它是由bit构成的一个 构成的一个 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 它其实也可以叫barray 就是这个词很多啊 bit array 就简单说呢 我在 就是 如果我的资料结构呢 我的结构里面呢 只有一堆 0跟1 去组合出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结构体出来 然后就是 你平常在 宣告西云的结构的时候 你可能前面一个int嘛 中间一个float 后面一个double 对不对 那但是呢 如果我的bit 那 我这个0跟1的组合呢 我把它组合变成一个结构 那这个结构呢 可能很长 它可能会占用一个byte 或是占用很多个byte 那只能占用63个byte 看你的用法 那这样呢 我们都把这样 这样的东西叫什么 叫做 叫做 by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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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 byte 比特CPY 但是其实你要找的东西不是比特CPY 是BitMap 所以你可以去找的地方是 在BitMap里面 在使用到BitMap 这些Kernel API的实作 不管是Device Driver 或是Kernel的其他部分 到底有没有做到 逐一Bit去做操作 其实这是有的 为了要让你理解这个程式码运作 我们特别还跟你做一些额外的说明 包含说Constant Folding 反正就是有一些GCC特有的实作 像BitMap Set 你可以去找用到BitMap Set 每一个Bit去SET 或是说我去做前面复制的 其实这是有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议题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希望你在Kernel里面可以找出什么 逐Bit去做资料复制的程式码 然后并且去解说它对应的情境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接下来看第二周测验题的第四部分 我们提到一个叫String 我们先来看Intern Intern这个词 Intern这个词还蛮有趣的 很多人应该知道Intern这个字就是实习生 以前有一部电影叫高年级实习生 就是讲这个字 Intern 但其实Intern这个字它是可以当动词的 而且这个动词跟它的名词有很大的关联 就是这个词一开始的用途是拘留扣押 实习生是什么意思 实习生本来的工作呢 其实是在学校嘛 对不对 学校的学习嘛 那只是它用学习的空档 然后到公司去做公司期待的事情 那当然公司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赚钱 所以这个你把一个原本在学校的学生 把它关在公司里面去创造获利啊 或是去创造一个可能不是直接获利啊 但是就是说对公司来讲 可能有一些长期来讲会有效益的事情 那所以这件事呢就是什么 就是Intern 所以实习生本来 你把原本在学校的学生把它关在公司里面 那String Intern你呢 你大概可以猜得出来 其实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我今天会有字串 但是字串呢在建立的时候呢 往往会有很大的困扰 就是说呃 你的字串很可能是 就是用需要时候去宣告 那所以比方说你在写程式的时候 会有前面会印出一个什么 错误讯息 然后后面会印出一个OK 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这些字串呢 其实在至少在编译器 在配置空间的时候 其实往往呢它是没有概念的 就编译器都乖乖的照着你想要印出OK 我就印OK 你想要印出错误就印错误 你想要印出 呃 什么 Define啊 或者是印出一个 Return啊 这些什么这些关键字 它编译器就帮你 帮你保留空间 但是呢 那以长远的那个 记忆体的使用力来思考的话呢 呃 这样的很可能 很可能会在效率上会有问题 因为我们刚刚讲那些字 像什么OK啦 呃 或是OK或是失败这种这种字 对不对 会反复的出现 好 然后呢 那注意到呢 Stream & Tony这个东西 你可以看一下 在那个Wikipedia 它有说明 其实这个东西呢 最初呢 在什么领域呢 是变得很重要 最初呢是在 编译器跟虚拟机器的领域很重要 呃 举例来说像那个Java 如果你有写过Java的 程式朋友应该知道 Java就 就是 我觉得Java是很好的语言 然后 Java程式语言 我从1996年学到现在 我从里面学到蛮多东西的 但是它写程式就很讨厌 就是 就是 名字都很长 然后最类的地方是什么呢 最类的地方是它最后转换出来的东西 就真的很可怕 像那个Println 它其实 它其实在Java的Classify 会长什么样呢 它是JavaIO System 就是反正它就是 它会是 就是 它会是长什么样呢 就是 就是 JavaSystemOut.io 好 直接看图片好了 记得有蛮多人做过了 好 所以就是 它在 呃 虚拟机器里面长什么样呢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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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看一下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在讲 更讲讲这个 JVN还有个东西叫Constant Pool 然后注意到就是 呃 不要被这东西吓到 但是你要注意到 在 像Java的Classify里面 它其实有大量的支串 这个 这个 像你画面中看到这个 就是 Java里面会有很多物件 对不对 它是作为一个 知名的物件导向 程式语言 当然物件导向只是这个 语言的其中部分 但是你可以看到出呢 它里面大量的 资料存群的 其实都是什么 都是你画面中这些 自串 那所以 比方说你知道它有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object最后被展开成这样 object-lan Java-lan-object 或者像这种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在一个 JavaClassify里面很讨厌 就是讨论验的地方在哪里 讨论验的地方就是说 它有大量的自串 所以你看到 这个自串 跟这个自串 其实是同一个自串 那同理呢 Java-lan-system 这个东西呢 底下很可能还会在 底下或是上面 很可能就反复出现 所以你看到 这个自串来讲 其实它是反复的出现 所以在当时呢 就是设计程式语言的人 设计编译器跟虚拟机器的人 他们就想到一个技巧 就是 既然这个自串 会大量的反复出现 那至于为什么反复出现 你可能要花点时间 去阅读JVN的规格 反正就是说 我们先讲一个现象 这种东西是会反复出现 那所以呢 这些设计JVN的人呢 他们就开始思考一件事 就是说 我有没有可能 对 我有没有可能呢 我做什么事情呢 我去把这些反复出现的自串 让它重用 也就是说呢 我 看起来会用很多自串反复出现的 但是我最后怎样 只是把它关在某个机体空间里面 那所以呢 在使用的时候呢 就会reference到这个自串 那你说 那如果有这种变更啊 像什么呢 像刚才那个例子 像这个 它可能说 Java Language Java Language 然后System Out 然后呢 所以你看喔 如果我们找这个 好 所以你看喔 这边来讲话呢 显然这边出现了三次 但是三次来讲话呢 后两次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那第一次呢 出现的时候是怎样 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呢 它是 后面加一个Out 所以 它虽然看起来是跟 后面两个一样 但是它其实有新增 那所以呢 有没有可能 让我们做到一件事就是 我们确保说 后面两个 它是共用 同一个 机体空间 只是变成一个reference 然后呢 上面那个是一个新增 所以新增的时候 它可能变成一个新的自串 对吧 所以它不应该reference到 同一个 机体空间 那 我们要怎么设计说 可以让系统 有这样的弹性 一旦发现它是一样的东西 我就把合并变成 变成 只用同一份 机体空间 然后 有这个reference的关系 然后呢 一旦有变更的时候呢 怎样 我设计一个东西叫 唱歌叫什么 copy and write 需要的时候 怎样 去做写录 我平常的时候呢 都用同一个副本 就是同一个 同份资料 但是呢 当我有做资料变更的时候 比方说 像我去新增 让它自串变长的时候呢 我去怎么 我去 才去做真正的duplicate 去建立一个副本 建立一个 额外的空间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长远来说呢 Stream Interning 它可以去改善 改善这个 机体的使用量 然后这个东西呢 特别在 编译器 虚拟机器 程式语言的设计 非常重要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像 那个Python Python 它就有内建 然后那个 不只Java 它拍成PHP Rua Ruby 基本上都有涵盖 那它最长考验就是 改善机体的效率 好 那我们这边呢 就实作一个基本的 很基本的 Stream Interning的实作 然后呢 想让大家体会到 就是说 我怎么去改进 机体的使用效率 但是真正要做的东西是这个 Copy on Write 好 然后注意到呢 Copy on Write在Ninx kernel 真的是 无所不在啊 这个东西太可怕了 我们随便搜寻给大家看 光搜寻这个COW 就可以保住一大堆 就像 像这种 就反正 搜寻的时候 加一个那个 加一个空白 这样不会找怪怪东西 就是你会看到说 这个Copy on Write 在Ninx kernel 出现好多次 那如果说你再去搜寻那个 Copy on Write 也可以找到一大堆 Copy on Write 所以大家注意到 在Ninx kernel呢 很重视 这种 记忆体的效率 这也是我们 在第二周的测试 特别让大家去 去练习的 那当然 Ninx kernel实际上 做这个Copy on Write 非常之复杂 就是 我们之后 Ninx kernel核心设计 讲座 在后面会讲 机体管理 然后会讲 行程管理 行程跟排程 那些议题 都会讲到Copy on Write 但是注意到 那个东西 它的实际分析的时候 蛮复杂 所以我们这边 用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就是String Eternity的例子 来做说明 好 所以来看一下 就是说 我们这边来讲话 就 我们就自己设计一个东西 叫CSTR 就是 对西元的 这个 自串 做一个包装 好 那这个包装的时候 里面有一些 小技巧 就是第一个 我 我既然是在西元上 运作 所以我最后 我不管怎么包装 最后还是要怎样 能够输出一个CSTR 而且 我们把它放在第一个成员 是有它的学问的 放在第一个成员 有什么好处 如果使用者 一开始取得 这个CSTR的指标 然后他尝试把它印出来 那因为是第一个成员 所以一定印得出来 反过来说 如果他放在最后一个成员 就不见得印得出来 你把它放在第一个成员 所以 你不管是指向这个指标 指向这个结构的指标 还是指向 这个结构的第一个成员的指标 因为刚好什么 刚好它是第一个成员 所以注意到 摆放的位置 是它的技巧 然后后来发现什么 HASH 对比的话 它是有HASH的 HASH 而且这个HASH呢 是 在哪呢 就是 找到 找到它的 就是 这边 这边 你们看到 看到底下有 底下有HASH 所以可以看到说 这个实作呢 也跟HASH有关 那你可以想 这就是跟 StringInternity 到底跟HASH什么观点 因为我刚才不是讲过了 我们希望 内容一模一样的 字串 它在记忆体的表现 记忆体的表现 是用同一个机体空间 所以你看 假设我今天这个HASH 它不会碰撞 那就是假设你今天有一个很棒的HASH function 先不管用哪一套 那你今天遇到字串的时候呢 我就干嘛 反正我遇到同一个字串 然后算起来HASH值是一模一样的时候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合并 变成什么 同一段机体空间 然后呢 那所以呢 我今天要做字串的比对的时候呢 一旦我有HASH 我只要去比对我的HASH就好了 我不需要真的一个byte 接着一个byte去比对 因为那很慢 你要知道 就是说不是每个字串都很短 不是每个字串都OK 有的字串是非常长的 比方说像Web Server Web Server的例子呢 就很经典 Web Server或是像Database 它往往那个字串 超级无理批长的 现在有很多Web Server 或是一些Web Service的情境 他都用Jason 然后 Jason是一个 我不该怎么讲 我有一段时间很抗拒 因为他很讨厌 我觉得很讨厌 他就是写的很长 但是Jason呢 无可否认 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歌词 就是你可以再透过Jason去表达 把很多资料放到一个可结构化描述的一个方式 所以呢 他不再只是一个字串 他在字串里面 他可以有画面中这样的结构 那可是呢 你可以想这样 一个Jason格式的字串 他可能很长喔 他可能是 可能有1K或是10K都有可能 这是很正常的嘛 以Web Service来讲 这个东西很正常 就是说 你今天要比对的字串 可能是高达10个byte的字串 那反过来说 一旦呢 你在建立字串 在处理字串的时候 顺便把它hash值算出来 因为你只要占用额外4个byte 其实没有太多的损耗 但是你在比较字串的时候 我根本不用1个byte 接着1个byte去比较 我只要比较hash值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到 我们这一个程式码实作 他不只做了stream interning 他还把字串的比对 把它层次提升了 他做一个包装 所以注意到 这段程式码呢 就已经很像某些Virtual Machine的实作 比方说Python 或者Java Virtual Machine的实作 他们同样有类似的技巧 把字串操作 避免只是存取 记忆体的某一段空间 存取连续的记忆体 他不是只做这样 好 然后这个type 请你回去追一下 就是看一下它的用途 这个IF 怕有同学不知道 我们讲一下这个东西在干嘛 它是reference counting reference counting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不对 按错了 对 就是 我们看一个例子 我们看Linux Kernel的例子 你用LSMOD 这个命令可以干嘛呢 LSMOD可以告诉你说 Linux Kernel 现在已经有哪些挂载的 核心模组 然后像我这台电脑 它的核心模组其实蛮多的 比方说你看 我这台电脑里面 非常多核心模组 然后注意到最后一个栏位 Use By Use By 这个栏位很有趣 你看哦 这个Use By 比方说这会写38 然后呢 或者说 Use By 后面有出现其他的 其他的 其他的module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我今天有个NAT 不要坏语 这个NAT就是你知道在 网路 网路里面那个NAT 在那个涉及到防火墙的那个NAT 所以你看哦 这个模组呢 很重要 这个叫做防火墙的模组 NAT 然后这个模组呢 会被其他的科技模组所使用 所以你看哦 如果今天想要去释放 释放这个NAT 所占用的空间的时候呢 我其实必须要等 等什么 等这个模组 这个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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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模组 这四个模组都怎样 都不再使用到 都不再使用的时候呢 我这个NAT的模组才能够释放 所以呢 这个reference count 在哪里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Use By reference counting 维基百科那个 最好大家看英语的就好 因为这个中文的话有个问题啦 第一个是用字啦 第二个是中文的内容有时候会比较旧 通常是比较旧的 好 那所以注意到呢 我们刚刚那个 Use By 看到那个数字呢 其实就是reference counting 那这个counting很有用 因为我往往在参照资料的时候呢 往往会有一些相依的关系 对不对 像这个东西 再讲一次 这个NAT这个kernel模组 这个核心模组呢 它其实被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四个模组所使用 所以如果你去画一个图示的话呢 就是这四个模组 1234 它是平行的 对不对 然后呢 它会都用到NF NAT 所以呢 如果我想要把 NF NAT 这个核心模组释放的时候呢 是必要等上面这四个都没有在用的时候 所以你大概可以想到出来 如果今天要求你去设计一个机制 这个机制是它可以自动去释放机体 那我就要去干嘛 去看说某个物件它被用了几次 所以我今天不是只看出这个物件配置了 我要看说这个物件是不是正在被人用 如果被人用 它又用了几次 所以你大概看算 那反过来说 一旦呢 这里面某一个模组 比方说这个 比方说这个模组呢 它一旦被释放 这个count就会减少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什么 就是这个 reference counting 然后呢 注意到这个东西在这个 涉及到 虚拟机器 涉及到 garbage collection garbage collection 在linus kernel 多的跟什么鬼一样 你可能以为说garbage collection 只会出现在java 什么这样的程式里面 不是 你自己搜寻看看 linus kernel garbage collection 可以出现一大堆 你看搜寻结果很多对不对 将近什么 将近有70万笔资料 是什么 garbage collection linus kernel为什么会大量做garbage collection 这倒很简单 因为linus的机体管理 比方说linus发现什么 某些page 它可以回收 所以有时候它不见得叫garbage collection 它有时候叫reclient 就是回收重用 你看 如果你用reclient去搜寻的话 更可怕 高达什么 高达 56万笔资料 所以就是像linus kernel 它的机体管理 它会做什么 它会去做 把某些没有用到page 把它收回来 所以这叫做page reclaim 或者是说在档案系统 我们知道就是档案系统 来讲话 就是作业系统一般来说为了效率 它不会直接把这个儲存媒介的资料 跟机体的资料直接做同步 它不会时时刻都做同步 那更多时候会是把主机体当做的一种cache 所以fire system会有cache 那这个fire system的cache做在哪里 做在主机体里面 好 然后呢 在这个 在儲存媒介里面呢 它可能是hard drive 硬碟 它可能是SSD 或是flash type的这样的一个装置上 那总之呢 在这上面呢 这个儲存媒介上呢 Linus Kernel会尝试去做 去找 也是去从他的metadata去寻找 看说这个 原则上每一个metadata 应该有对应的block 或者对应的一个 iNode Information Node 这样的一个资讯 那或者说它有更底层的一个描述 但是如果说 Kernel如果发现 metadata跟block 如果对不起来的话呢 就会认定说这个物件是 就是物件的观点是不匹配的 那就表示什么 表示这应该可以回收 所以呢 那个Fire System 就会做这个garbage collection 所以你去找这个 Linus Kernel Linus Fire System Fire System garbage collection 你会发现呢 特别是在 特别是在那种很强调那种 储存密度的 或是说在那种很强调那种 Server的 Server的管理的 那个就是像那种云端的伺服器 那它的这个档案系统 会设计很多这种garbage collection 好 那所以注意到呢 这个东西呢 也当然用得到什么 Lufus County 所以这边I is Lufus County 好 那至于说为什么长得那么奇怪呢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要请你去读书啦 好 在这个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我们的讲座里面呢 有讲到 细缘前置处理器运用 就是用到这个 用到这个部分 所以请你去读书 所以再次你看到 就是说即便呢 我们帮大家把那个复杂Linus 这种缩小的 但是还是很多东西要读书 对吧 好 然后 请你花时间去研读它的这个程式码运作 好 然后呢 大概猜出来嘛 这个程式码就是要求你去什么 补完对应的实作 好 那接着我们来解释这个 解释这个程式在做什么 就是假设我今天写一个这样的程式 就是我建立一个Stream Literal 这个Stream Literal 叫做HelloStream 好 然后呢 我先把这个HelloStream呢 把它放到一个缓冲去里面 去做去做资料处理 好 然后呢 所以这边放的就是我最后去做什么呢 去做这个去比对 比对说给定了一个T 就是另外一个什么 另外一个支串 这个支串呢 是HelloStream 去合成出来的 好 那所以呢 这边来讲话 你一个是透过Stream Literal 去建立一个HelloStream 一个是透过这个 支串的组合去建立出来的 好 那我先去比对 比对的时候呢 我会希望呢 尽可能先去什么 去比对它的hash值 如果hash值不相等的时候呢 我再做什么事 我再去比对我的逐一个byte去比对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这个程式还有点玄机 这个玄机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程式呢 会去去看 看说这个我们包装出来的CStream 它是不是有对应的interning 就是说我今天可能会有 看起来好像是HelloStream这个东西 但是它已经被放到某个地方 已经被注留在记忆体某个空间里面 那当然也可能它是什么 它可能是放在stack里面 所以它的时间到 它的生命周期到 比方说你放在这个 你所不知道的西语言 韩式胡椒篇里面有讲到什么 Function code里面呢 它的对应会建立Stack 所以这个Stack 可能包含说你的local variable 所以你的这个资料可能会放在local variable 所以一旦呢 你资料放在local variable的时候呢 你一旦离开这个Function 然后回到上一层的Function的时候呢 这一段记忆体空间就会被释放 或者说你不应该再使用这一段空间 它会被其他的Function所盖掉 就看你的Function会怎么实作 那不管怎样 就是像这边来讲 它有特别考虑到这个onStack 对吧 所以呢就是 这个预期来讲会得到equo 但是你要知道说 它到底是走哪一条路 到底是走 一样的hash 还是走说它的一个字串 一个字元接着一个字元去比对 那所以这边给你比较小程式 就是为了让你去分析的 对吧 好 然后呢 这边延伸问题就是说呢 除了要去解释程式的运作呢 你如果注意看 上面的程式呢 用到什么呢 用到这个automic 这个 这个东西呢是什么呢 GCC一下 GCC搜寻一下 它是在GCC的手册里面提到什么 它是属于这个automic building 那这个automic building是什么鬼呢 在并行和多执行序层次设计呢 里面有提到 所以呢 请你这个 尝试 研读这个教材 那这个教材有对应的这个解说录影 好 那所以这个地方呢 特别注意到哈 这个东西呢 实际这样子吧 就是把这些 automic operation 包装起来 那包装起来呢 比方说这边就是CS Compade and Swap 好 那在并行和多执行序层次设计的讲座里面 我们就讲到这个东西 好 那所以请你去看它 好 解释呢 这个东西怎么用 好 然后呢 要去说明一下这个实作呢 到底能不能在多执行序 在并行的环境下 到底可不可以运作 注意到呢 不是里面用到automic building 它就可以运作了 其实是 有可能会有问题的 好 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请你提出解决方案 好 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呢 就是这个intern 这个是一个更好的 这个 这个 在github的这个实作呢 它在intern里呢 实作的更 更丰富 它实作一个很丰富的东西呢 就是什么 就是说呢 它在里面呢 它可以有效去合并 合并一些给定的资串 所以你就想说 你可以把资串一直加进来 然后但是它会把那种 想办法去控制机体开销 然后让勤肯定用同一个 都会把这个 只要是资串内容是一样的 它就把它对应到同一个副本 所以 然后再来是它的这个 这个机体开销呢 可以可以 它宣称 可以降的很低 而且可以避免这个fragmentation 那 关于fragmentation的问题呢 你可以去看这个在 你所不知道的西语言 记忆体管理 就是我们讲到这个fragmentation 然后就是讲这个记忆体的碎片化 这个议题 所以这问题 除了这个特征以外呢 在这个实作里面呢 然后它的 它的号称 它号称是什么 号称它的这个 每秒可以处理上万个 上百万个字串 那你要去理解它的一个运作 那最后我们来讲一个东西 叫做immutable 注意到immutable 这个词 是很tricky的词 这个词 immutable 这个东西 不好翻译 就是我们的汉语 很多词呢 其实讲的不是很清楚 就是 我们的汉语 通常很多东西都讲的 不明不白 比方说transaction 对不对 transaction把它翻译成汉语 你可能只变交易 但是交易 那你看哦 memory也有transaction memory transaction what transaction memorytransaction database也有transaction 那你把它翻译成交易就搞屁 对不对 就投 你看 database 資料库交易 什么东西 对不对 所以这种汉语很尴尬 就是很多词呢 就讲不出所以 对不对 就是 这个 这个transaction这个东西呢 是 它没办法只翻成一个汉字 不能翻一个词 固定的词 它要看情境 所以有时候是一个 一个什么 它 它是一个一来一往的一个处理的单元 所以就说 像汉语来讲 我们尴尬的 很多时候就会遇到这种状况 就是明明有些词 而且这个词呢 其实它很常出现 immutable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但是最后汉语还是 就虽然我常常在批评 批评汉语 但是汉语还是有些东西不错的 比方说汉语呢 对于那个亲戚们 对于师长 对不对 老师对学生 学生对老师 学生对老师的老婆 就很多词嘛 什么师母 对不对 然后名啊 什么反正就是 你看 你大概很 几乎在英语看不到 如果你有学德语 或是学法语的 你根本看不到这个称谓 对不对 没有那么复杂的称谓 对不对 人家就叫uncle就好了 人家就是叫什么 就是像什么 原来也不会有什么岳父啊 对不对 人家有这个字啊 就是发字引漏 但是他不会特别去分说 对不对 就是汉语里面 花很大力去搞定称谓 然后阶级 哇 这个你看是不是上述 就是汉语的花很大力去搞定这种词 然后你大概很难在其他语言 看到这么复杂的称谓 日语里面有进词 但是日语里面对于 亲戚关系 上下组关系没有搞得那么复杂 好 所以注意到 immutable这个字 它很不好 它很不好翻 就是 其实 它是 它另外一个相对词叫做mutable mutable就是说 这个东西变化 可能变化很大的 它可能就是说 可能上一刻是这样 下一刻是这样 但是也不代表说它总是在变化 所以注意到 我们讲 mutable跟immutable是相对的词 我们举一个例子 什么叫做immutable 就是说 你想 像梁蒋的时代 就是蒋介石先生 蒋经国先生 执政的那个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是敌人 废话当然是敌人 对不对 就是汉贼不两立 对不对 所以才任性的离开 被逼离开联合国 对不对 那个年代 梁蒋那个年代 他们所属的国民党 当然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作敌国 把共产党当作一个 当作一个敌对的 对吧 但是 有意思的地方是 中华 对不对 中国国民党一直到今天 那有没有把这个 共产党当作 中国共产党当作敌对 这未必 那你说 这真的是辩解吗 其实也不是 就是与时俱进 所以immutable有点像这样 就是说 他讲的地方不是他 他不会变 他是不会随便变 也就是说 他的这个变化 他是可以变的 他跟康史人不同 康史人是什么 是自然对数 圆周率 他不能变的 你只是差别说 我后面的小数到几位 但是他本质上是不能变的 immutable是除非发现例外 否则我不给你变 所以他也不是不能变 他是很难变化 所以他叫immutable 那mutable就是说 他其实没有保证 没有保证说 你之后会变什么样 但他不是changible 他不是易变的 很容易变的 我们叫changible 但是mutable又不是那个字 mutable只是 他说我们要保证 这个人的心意 我们要保证这个变数 我们要保证机体 下一个状态 到底会变什么 但是有可能完全不变 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注意到 我们今天讲immutable 跟mutable 都是一个相对 那回到street interning 他讲的immutable在讲什么 就是说 我今天如果发现一个字串 它多数的时候呢 都是不会变化的 那我就可以干嘛 把它合并起来 对不对 我把它压 不是压缩 就是把它一个 做一个额外处置 让它怎样 让它只用 一份记忆体空间 那当然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 它的资算不能一天到晚变 对吧 也不是说不能变 它如果真的要变的话 我们可以让它什么 做copy line 对吧 好 那所以注意到呢 今天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 这边我们 要求大家去实作的东西 就是像这样的一个 实作 让大家去体会 体会说这个 这样的一个 immutable 什么概念 什么落实 那之后在 Lins Kernel 还有